政治话题要来关心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分别推荐了郭家军 进入民众党和清明党的部分区名单 而且还传出了他力劝王金平参选国民党主席 郭台铭现在证实了 的确是有跟王金平接触 但被拒绝 也被问到那有没有可能自己回国去选党主席 郭台铭留下了伏笔 说明年1月11号以后再说 而现在前立委邱毅自曝 说国民党瞧部分区立委 最关键的那一晚上 他刚好就在郭台铭家里 郭台铭还说不忍看见一位人才就此被闲置 郭台铭现在证实了 的确有跟邱毅吃饭 但他没能力影响部分区名单 亲自体验擦辆车子 郭台铭不忘推广自己的百亿生状基金政策 政治野心不减 未来郭台铭会不会也想擦辆国民党这块招牌 因为传出他劝禁王金平参选党主席 他笑了一声 他说他这个实在兴趣不大 那你有兴趣吗 我没讲我也有兴趣 因为我现在不是国民党党员 你会回去国民党吗 现在这个问题1月11号以后再问好不好 要国民党彻底改造 退党后的郭台铭选择和亲民党友好 但也不忘关心国民党 难道是为了布局成为泛滥共主 国民党更是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自己都不自力自强怎么办 这个一个鸡蛋要从外部打破 它就是一个鸡蛋 如果鸡蛋要从里面能够打破的话 它就是一个重生 今天国民党一定要自知死地而后生 和国民党还会不会有关联 郭台铭丢下一句话耐人寻味 但前令委邱毅自曝 在国民党桥不分区的关键一晚 他被邀请到郭台铭家中 跟我也是义气朋友 所以他当然也不愿意放我这样的一个人才 丢在那个地方显示 他是希望说能够将来 他的这个工作能够协助他 那有帮他筹部分区吗 我没有这个能力 郭台铭否认干涉国民党家务事 但私底下动作频频 不让自己在政治路上提前跛脚 记者云少女子台北长导